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张图片 图上的这一幕是发生在5月3号晚上沪于高速上 中烟的这位大妈已经是冒着暴雨在高速路上干等了一个多小时 原因是什么呢 她被开车的女婿遗忘了 大妈说 吴一杰的最后一天 他们一家七口开着两辆车从北京回重庆 途中前一辆车打来电话说让老太太过去帮着抱抱孙子 这个时候后面开车的女婿也顺便下车方便一下 可惜呢大家没有把话说清楚 就在这位大妈下车之后 两车为了赶上节日免费的时段都急忙上了路 前面的车以为雨大老人就不过去了 后面车里的女婿以为丈母娘已经在前面的车上了 生生把老太太落在了高速上 更悲催的是大妈的手机还在车里呢 60多岁的老人就这样在雨中淋了一个多小时 最后被高速交警发现叫回了粗心的女婿 这件事再次告诉我们出门在外一定要留心 上车下车的时候都别忘了拿手机